张化县政府五日晚间在县府中庭举办县府团队岁末感恩晚会 县长主播员感谢同仁一年来的付出 并表示张化县每年都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 都是因为有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同时分享中科四期环差会通过 及高铁彰化站动工两项好消息 期许新的一年继续插亮彰化招牌 一步步实现彰化新省市幸福好城市的愿景 对这几年大家的努力 可以让彰化多胎快 我们共同插亮彰化的这一块精致招牌 有感市政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们见仙二者一定要展现更亮面的成绩好不好 好 我们特别邀请大家好 我们在农历过年期间呢 我们有花菜彰化的活动 在西州公园 北美公路花园 万景医院 还有道美博物馆 还有北斗的小吃 等着大家 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工作顺利 大家新年快乐 和家庭来 会中除精彩有趣的魔术表演外 更有前民政处长洪丽红所带领的乐团热情现场 为现场带动气氛 最后压轴摸奖活动 邀请卓县长亲自抽出最大奖 40寸液金电视幸运儿 在同仁引颈期盼下 由地震处同仁幸运暴走 场面热络 公益频道陈文硕 张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